活佛师尊慈欲,内圣与外王 修道离不了内圣与外王 所谓内圣,是定静的功夫 所谓外王,是行善的举动 定静的功夫,心定无欲可容力,清静无畏能因悟 无定志则不能悟道,无定见则不能修道 无定心则不能办道,无定力则不能成道 欲是害身之祸根,劳行之灵欲,损性之俯科 故人欲静静,天理流行 人能常清静,天地习皆归 何谓清 何谓静 清,喜心敌律是清,无脾气毛病是清 头脑灵敏是清,胸无挂虑是清 静,凡是放得下是静,愤怒不作是静 知识非毁欲于度外是静,撇开家类是静,不着居爱是静 不生烦恼无名是静,心无贪念妄想是静 故至心功夫在定静,至人功夫在诚信 知识功夫在经规,至身功夫在情仰 如果能领悟这些道理,自然会把心定静下来 这里